大家好,欢迎来到副总农园 这是一个记录家日耕作的记录频道 也给朋友或者是我们当做一些学习记录 那今天要来跟着副总一起种植黄金素鼠 黄金木鼠哦 那黄金素鼠是一种常见的耕金类作物 采收的素鼠可以像山药一样去掉厚厚的皮 然后切块一包包的放到冷冻去保存 那黄金素鼠煮汤也非常的美味 首先我们就看到副总啊 先在挖洞 那这个洞的深度大概要挖30公分 那洞跟洞的距离大概是150公分 那如果朋友想要种比较密集的 也可以大概60公分 那我们种150公分的间距是 让它生长的时候就是比较有范围去生长 然后一方面也我们今天要种大概五节的素鼠 也没有要种到很多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取间距大概150公分 然后深度的话要挖30公分 然后我们就要挑选那个木鼠段 那木鼠段的话可以挑大概15公分到20公分 然后它的这个每一段有大概五六个压点就可以了 那我是请家人帮我们先切一段一段给我们 切了五段 那有取的比较长 大概有到30公分这样子 那这个木鼠很好玩 它上面这个有很多支的 这个是往上的 那刚开始我会错语以为三点的是朝下种 结果不是 如果朋友不会的话也可以看一下那个芽节点 就是芽节往上的话 它生长是往上 所以就是会那个方向要对 那方向不对也是会生长 只是它往下长的方式会比较奇怪 那我们就开始来种木鼠了 那这个树鼠在种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土壤啊都把它先松土松好之后 我们就把它看直立的种下去 大概10公分 或者是把它斜斜的种也是可以的 然后副种已经种完第一根 然后接下来种第二根 一样的就是把里面的土都松好之后 再把树鼠把它放到中间 然后把它土这样子把它埋起来 大概是深度10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取的节肢比较短的话 就是大概买土要最少要5公分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第一次种植这个黄金树鼠 那就是也是期待一年后 看它的成长以及采收的状况 然后还是接下来种植这个黄金树鼠 然后再来种植这个黄金树鼠